在我身边是 2020 年 Honda CR-V 的小改款车型 这次原厂保留了原本的 2.0 自然进行版本 这个 1.5 的 VTEC Turbo 版本 则是取消了 T 系车型 现在只有 TCP 可以选择 也就是代表 1.5 的版本 全车系标配 Honda Sensing 今天的影片我会带大家看看 这辆车和小改款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 2020 Honda CR-V 的改变重点在于整个车头 这个 LED 的头灯组还是一样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水箱护照 原本全部是 Chrome 的 但是到了小改款它变成 Piano Black 还有 Chrome 的搭配 除此之外 剩余的细节则是大同小异 在轮圈的设计方面 它同样也是换了一个全新的设计 这个新的轮圈采用了双色调的搭配 而且有抛光的处理 看起来质感的表现还不错 而在尺寸上面 2.0 的自然进去版本 还是采用 17 吋的轮圈 至于 VTEC Turbo 的版本则是 18 吋 它的轮胎尺寸是 235 60 R18 在这个尾部的设计 主要还是改变在这个后面的保险杆 其余的细节都是大同小异 另外它同样也支援着一个 电动的尾门开启 还有脚踢式的尾门开启 打开了尾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整性 非常大的尾箱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尾箱容积达到了 522 公升 所以你可以放置非常非常多的物品 而且这个还是在后椅背没有倒屏的情况下的容积 如果你倒映了后椅背的话 你可以获得的空间更大 要运在大体积的物品完全没有问题 打开引擎盖之后 这具引擎还是我们熟悉的 1.5 公升 VTEC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93 PS 峰值扭力 243 Nm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次的改款车型 TCP 也有这个 OVU Drive 可以选择 也就是说你要前轮也有 你要四轮也有 在这个前轮驱动版本 0-100 的加速是 8.9 秒 而在这个 OV Ride 版本 0-100 的加速是 9.3 秒 在内装部分呢 这个 CR-V 2020 版本是没有太多的改进的 同样的有这个数位化的仪标 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触屏主机 楼像是电子手刹车啊等等都是标准配备 而我最喜欢这辆车的地方 第一点就是在于这个座椅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的坐姿是非常的舒服的 不管是我的肩部 我的颈部 还是我的大腿都有非常好的支撑 再来第二点就是 这辆车的这个置物空间非常非常的多 不管是在这里 或者是这个中央扶手打开 我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放置非常多的东西 甚至你要在这个中央扶手这里放一台 10寸的 iPad 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 Honda 一直以来的优势 他们的空间运用真的非常非常的出色 在小改款之前的 CR-V 只有在顶级的 TCP 版本 才有这个 Honda 神性主动安全配备 但是在这一次的小改款之后啊 只要是 1.5 的涡轮增压版本 就有这个配备了 所以说不管你是买到这个 4WD 还是买到2WD 你都可以享有 Honda 神性带来的便利 这套系统包含了这个 前方撞击一行自动紧急刹车 带低速跟随系统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还有这些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等等 另外这个 Honda Landwatch 呢 则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就算你是买到 2.0 自然进气版本 都会有这个配备哦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我不用说太多 大家都看得到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地宽敞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三个拳头的脚步空间 所以你可以坐得很斜很斜 都不用紧 而且它的宽度非常地够 加上这个座椅几乎全屏 所以中间就算是坐大人 都不用紧 你可以坐得非常地舒适 所以说 CR-V 是一台非常非常适合家庭用的 这个 SUV 车型 另外它在后面 还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 2.5A 的这个 USB 插槽 可以方便这个后座的乘客 为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移动设备充电 加上前面的两个 USB 所以全车总共有四个 USB 插槽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 2020 Honda CR-V 所做的新车介绍 未来我们也会把这台车 借出来做一个深度的试驾分享 请大家敬请期待 另外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也会放出这个文章的连结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 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连结哦 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